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记得先加我的LINE小老鼠GP520 针对节目的内容或者是建议 欢迎私讯给我讨论 那今天这个6月开盘第一天啊 借着黄仁勋的旋风啊 今天台股的表现相当的好 不过我们先回顾一下5月的行情哦 美股的部分道琼S&P500 其实都涨幅有在2到5%左右 那NASDAQ是涨幅相当的大 达到6.8% 费半是接近10% 其实四大指数在5月 都改写历史新高的记录 所以并非Sale in May 反而5月表现相当好 所以也带动了台股出现了5月旌旗 台股5月涨了多少 777点 就涨幅来计算是3.8% 月线已经连四红了 那累计前5个月 台股已经大涨了3243点 涨幅相当的惊人高达18% 目前在全球指数当中啊 只有落后废城半导体指数的23.9% 百分比哦 不过上个礼拜 演出了一个惊人的一个转折 因为台股在创历史新高之后啊 连跌了3天 很多人担心说 这是不是行情反转的讯号 6月行情要怎么走 这个我们今天会一并来讨论 当然这个周末呢 最让人感到兴奋的呢 除了黄仁勋 辉达执行长在台大的演讲之外 其实还有美超为执行长 在北科大的演讲 那今天还有苏之锋 苏妈妈的演讲啊 整个大咖都齐聚台北 也都要参加台北国际电脑展 再加上下礼拜二 还有苹果的全球开发者大会 所以今天很明显看到 AI相关的族群 持续的一个上涨 当然我们想了解的是 有没有可能 持续再攻一波呢 所以今天呢 我们也邀请到了 陈坤仁分析师 坤仁老师来到我们现场 教授好 大家好 他是证券期货双分析师 而且在分析上 他一向就是 以最低的风险来去追求最高的报酬 那所以呢 今天的盘 我想邀请坤仁老师来分析 非常的有道理 为什么 因为台股今天一开盘 跳空214点 哇一改上周连叠三天的这种态势 而且原本涨高以后 大家担心压回是不是有卖压 没想到小压回后 继续冲高啊 也突破了早盘的高点 那重点在于黄仁勋概念股了 被他点名的这些AI股 有跟他吃饭的 都大涨 没错 然后包括和硕啦 延华啦 等等台积电 鸿海广达 大家也很关心哦 这个网路上有一句些 比较有趣的梗啊 说为什么明明餐厅吃完饭还要逛夜市 因为没人包 那当然就整个来看啊 今天电子的成交 电子股虽然强 可是成交比重 却没有冲过70% 整体来看一定有一些细节需要去讨论 但就整体盘式来看啊 因为毕竟是6月的第一个交易日 延续着这个周末黄仁勋的一个旋风 昆仁老师你怎么解读 6月其实指数来说的话 我认为还是很有机会挑战历史新高 而且中小型的个股的话 很有机会去做一个比价向上动作 所以整个6月 我相信会是用大小型轮动向上的一个方式 来去做一个进行哦 所以应该更积极的操作吗 我认为是的 好那你看好的理由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 我相信股市到这个地方位阶这么高了 但是昆仁老师 你认为可以积极操作的原因呢 好我觉得有几个方向 第一件事情的话 是我相信到目前为止 听众朋友们 投资朋友们 你应该目前还是怕怕的 对不对 那如果是的话 那这就是我觉得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理由之意 就是散户越害怕 指数越会创高 就是投资心理反向操作 是没错 然后另外的话呢 我还是要回归到 全球股市跟我们台股的脉动来说 你会发现说 在上个礼拜 我们的全球股市 都有比较属于大幅的下跌 可是呢 这个下跌的原因是因为 真的位阶上面比较偏高了 那偏高的过程来说的话 你要认清楚 它到底是一个涨多拉回呢 还是说一个破底 的这样的动作 因为如果你看一下 我们现在目前的台股指数 它顶多就是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去回测了月线的关卡的支撑的地方 那上个礼拜 为什么会回测月线 其实不是因为台股自己的原因 而是因为礼拜五刚好有MSCI的指数 生肖日 所以那天的话尾盘爆量重挫 大跌之后的话 其实跌了190点 那整个月份的话是 依然是创高啊 然后甚至上是整周来说的话 你会发现说 我们台股虽然是中止了 连五红的K棒 但是呢 在中小型OTC来说的话 它确实一个连三红 创下了一个波段新高的一个走势 所以整个方向来说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创高拉回 然后呢轮动向上的这样一个概念 跟大家做报告 好 当然昆仁老师认为6月份台股 持续创高的机会很大 包含目前散户的心理 还是相对比较保守 那这个应该也是 跟着巴菲特爷爷的想法嘛 你别人悲观的时候 你还是要相对积极啊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国际股市 其实并不是走空的破底模式 而是涨多拉回的心态 那受到国际股市的影响 其实我们在月线附近也指稳了 对 那另外OTC的部分 非常能够代表资金的一个流向嘛 OTC的部分连三红 所以整体来看 本周你认为资金往周小心股 那台股还是相对看多的 那因为这个周末啊 辉达执行长 这个黄仁勋引起的旋风 大家也在关注 还有没有持续的有旋风 不断的刮旗 那因为礼拜六是 超为AMD的执行长 苏之锋 也到台湾了 那这个接下来 他今天也参加了 Computex展的开幕 也负责演讲 实际上我有帮各位整理了一个 整个演讲的时序表 因为昨天晚上 这个黄仁勋在台大的演讲 是引起非常大的一个骚动 几乎大家都在风传这个影片 那今天是苏之锋 礼拜二还有 Intel的执行长季辛格 然后再来 还有这个联发科 的副统论长蔡立新 今天也还有 包含高通执行长 就是说 这些大咖的一个演讲 是不是会持续给台股 带来什么样的一个 注意 那AIPC 有没有机会 现在大家又风散了 反正很多的这个主题 反正基本上围绕在AI 那坤老师你怎么看呢 有没有机会在这些大咖演讲当中 去看到台股 接下来发展的一个方向 我认为是非常有的 因为其实如果你会发现说 在昨天晚上的 华文勋的演讲的时候 他已经把他的相关的供应链的名单 把它揭露出来 结果今天标的标涨的涨 所以这就是表示说 市场上面人气可用 或者说这个时间点的话 大家会发现说 在AI 或像是AI的趋势浪潮之下的话 有很多的一些买盘在这边涌入 所以会发现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说 当现在目前的一些 属于比较偏向于6月份的行情来说 就会发现以中小型的类股的飙涨的涨势 来得比大型股来得强 就像你那个那张表格里面 就有一些比较偏向于中小型的个股 今天全部都是涨顶板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觉得还是目前的一个关盘的重点 好那因为 刚才这个昆仁老师讲到的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 黄仁勋概念股的名单 对不对 没错 大家就说黄仁勋点股成金 从之前在GTC大会上 后面一幕上面的所罗门 到这一次大家都在找到底有哪些股票 这是不是一个名牌效应 因为黄仁勋有提到几个关键字 包括挥达元宇宙 包括数位软身 还有AI笔电 AI机器人 甚至点名了40多档的台湾的供应链 都是现在当红的 很多今天也是一早就亮灯掌停 包括立台 冲钛 红异鼓 耀月 包括新汉炎阳 广运 立端 圆钢 等等 那当然黄仁勋爆名牌 这些股票 是不是能追 后续怎么看 那第一段其实坤老师有提到 就台股来讲 其实他是相当看好的 那主要原因当然包括散户其实 整个情绪还没有上来 那另外国际股市也都进入 都属于涨多拉回 尤其是美股其实整体来看 表现其实也开始回升了 那另外一个还是在OTC 因为毕竟 内资所关注的OTC股 其实是持续的一个上攻 那另外 在坤老师也特别提到 在整个这个Computex展的部分 认为应该还是持续给台股 带来相当大的帮助 尤其是他特别提到的 这个黄仁勋 后面的那个PPT 上面所点名的股票 那所以这一段 我们其实就想特别来问一下 把握时间来问一下 这个这个 坤老师 因为这里面其实他点名到的股票 其实相当多 说实在的市集党 那也不可能 全部都买了就变ETF了 没错 所以当然在这当中 有一些特别强势的 像我刚才有特别念到的 像立台啦 红翼谷啦 耀岳啦 新汉啦 炎阳啦 广运 好像又符合你刚才第一段讲的 中小型股 那这个部分 你怎么看 能追吗 好 其实教授我觉得蛮巧的 因为如果在我的LINE上面的话 我常常蛮喜欢跟我们的 投资朋友粉丝朋友 去分享一些产业上面的趋势 是 所以比方说像是立台啦 广运啦 像原钢这些股票的话 其实我们之前就跟大家做 就有分享过这样相关的内容了 比如说你看一下立台的部分 因为立台他本来是做显卡的 对 可是你会发现说他怎么不一样了 因为他之前曾经去跟 美超委 去做一些相关的私募 让美超委去入主他 所以他借用跟美超委的关系 切入到AI伺服器的领域上面去 梁家兄弟 没错 所以在这个行径之下的话 他就变成是从显卡变成AI 所以今天也带来一个很明显的 就是这些跳光脑底板 当然他也是黄文勋点名出来的 他有合作的伙伴 因为他跟梁建后的关系 如果这么好一定要点名嘛 对啊 所以你看包含回答 包含像是美超委 就带来 就是在立台上面的一个强势上工 那另外的话比方说像是圆钢 圆钢 对 因为其实圆钢他原本在灰达这边 就有一些相关的合作 在边缘预算 或像是一些产品的部分 他就很快很快去做一个导入 所以就圆钢的新产品 导入到AI边缘这一块的话 也直接点名跟灰达去做合作 所以当然自然然 灰达也来点名一下圆钢 我觉得这有点像是互惠的这样的概念 没错 然后另外的话像是广运好了 广运 没错就是上个礼拜去跟着黄文勋 去吃吃喝喝的这些夜宴们大阿门 对 广运有趣 因为我后来发现王友吉 眼睛都很厉害 真的 大家就特别把他找出来 然后特别点名 没错没错 因为你会发现说 当这些相关的受惠股被点出来的时候 他如果是一档比较属于中小型的个股 或者说他的一个筹码是相对更优势的个股的话 他会透过这些题材面的一个关系 让他的股价直接去上空涨停板 那当然回归到基本面部分来说的话 其实广运他也有一些实质的基本面 因为他在跟Intel的合作上面的话 也切入到了水冷室的散热 然后甚或是说他也有一些比较偏向于机器人的那一块 是一个发展 所以论题材论筹码 或者论一些比较偏向于基本面的部分的话 这都带来我们刚刚跟大家聊到的是三档个股的一些强势 他比这些其他的3040档股票都来得更强的股票的话 就有他后面的一个故事 因为我这次在看这个他宴客的名单 包含他PPT上面的那些厂商 其实我们发现说他做这些事情 都代表这些人有跟他有深度或广度的一个合作 不过最近在看这几个好像股价标的相对来讲就比较快 所以如果对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讲说实在的 现阶段要进入时间点好像又有点慢 那有没有你觉得一样受惠整个挥达供应链 那后面还是很有机会的呢 好我觉得教授帮听众朋友们投资朋友们点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现阶段如果这种短线上面太强的股票的话 你去追其实风险很高 所以我觉得反而应该要回归到一些比较偏向于刚开始低档转强 或者是说底部形态已经打出来了 这个时间点只要一个点火一个题材面一个基本面 就给他就供上去的个股 比方说帮大家点名的像是创意啦 像成名店啦甚或像是耀月 我觉得这都是大家可以关注的一个方向 那像成名店创意跟耀月其实还是跟AI有关 是没错 因为毕竟现在目前要是人气在这边 所以我们选股的方向还是尽量朝着资金的方向走 那低档个股的话是在创意 你会发现说它前一阵子其实算是一个大跌的创意 那它为什么会大跌的原因 是因为市场在传说它掉单了 它的AI的营收会衰退了 可是其实它已经召开了一场法说 会很明确的讲出来说我没有掉单 我只是大客户的订单是递严的 那它让它的大客户去做递严 原因是因为它希望跟它的大客户们 保持比较属于中长期的关系 所以当市场上面在看到它的一些相关利空 把它去做一个打下来卖下来的过程的话 它的股价却在前一阵子打出一个很漂亮的底部 那打出一个漂亮的底部的话表示说有一些比较偏向于大户级的 因为它是属于千金股嘛 那在这边的话有一些比较属于逢低承接的力道 也让它在最近的一个行情来说的话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底部 转强去做上攻的这样一个动作 所以不追高 我认为在逢低承接的部分的话 你可以先留意创意资产个股 好 看来昆仁老师还有提到耀月跟成平店 不过因为我还有一个问题急着要问 所以我就想说是不是连同刚才有提到的包含立台是不是 还有广运还有圆刚以及 这个昆仁老师特别看好的这几档股票 他从产业面帮大家整理一些文字的笔记 因为毕竟很多人可能在开车 我会说捷运也不方便做笔记 那所以是不是可以请昆仁老师我们整理一下 放在你的line 好 没问题 那我就把它稍微把它整理在我的lite的 右上角的记事本 那如果是听众朋友们投资朋友们 你上去点的话 就可以看到相关的内容 那除了加昆仁老师的line 小老鼠DAR1N888 就可以上去看到这个笔记之外 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YT频道 小老鼠STOCKHOT 再做一次内容的一个复习好不好 那剩下一点时间我赶快进入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因为进入了6月的第一周 我相信有好几个要关注的一些方向 是不是请昆仁老师帮我们整理一下 好 没错 因为其实如果从现在目前开始的话 你会渐渐听到所谓的记底作帐行情 OK 好 那为什么会叫记底作帐行情 当然就是36912嘛 可是呢 如果就到6月中下旬之后 你才去做追高的话 我相信那个时间点已经太高太晚了 好 所以请你要在6月初的时候 先去做一个逢低 然后呢去做一个布局的动作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 第一个记底作帐 是 那再来的话呢 因为接下来要公告5月份的营收 好 所以要请投资本特别留意一下 在5月份的营收 如果还可以在淡季的时候再创高的话 我认为这些相关的个股 都值得在下半年的时候的忘记 来临的前面 领先去做落底啦 领先去做一个起涨啦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好 关注这个营收的一个公告 是 然后另外的话 还有一些重点就是说 因为你会发现说 最近正在召开股东会 然后呢 有一些股东会 几乎都把它当做法硕会来开 好 比方说6月4号的时候 就是在Computex展同一天 即将来召开的股东会是台积电 那台积电在上一次 在去年的股东会的时候 跟大家讲说 我COAS产能缺啊 我要赶快扩产啊 结果那时候造就了 像是星云万热红硕 突然变成一个翻倍的标股 所以这些相关的法说会跟股东会 也都会指引出来一些产业的方向 那这个 是 就是说股东会的部分 没错 好 那最后有一个 我相信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 都非常关心的问题 因为5 6月有好几档大型的 这个高股CETF要换股 包含00940已经换股了 对不对 00878 00919这些 那过去大家都很在意的是 刚才坤老师提到的记底作帐 可是问题是高股CETF 它其实不是所谓的作帐概念 它是换股的概念 那这个时候大家在看 所谓的投本比 就是投信占整个股本的一个比重 这叫投本比 现在的这个排行榜会不会 试真呢 因为大家以前喜欢去追这个投本比 所以公告的时候 到底我要跟着追高 还跟着杀低 还是应该反向操作呢 这里面我相信大家在操作上 已经开始有一些这个混淆了 到底该怎么做 坤老师你觉得是一个 比较明智的一个做法 好 我认为这也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就前一阵子 大家可能喜欢追一些 投信买超章数很多的股票 可是那个是不对的 然后后来的话就衍生出来说 你去追投本比 就是投信的买超章数 去除以公司的股本 那这个其实最近也对一半 因为最近真的有太多的高股息的ETF 在五六月的时候 去做一个换股的动作 所以这样情境之下的话 你如果去看这些换股的动作的话 其实他们换股都是短时间的换股 可能就在五天甚至七天到十天 就全部换完了 结果你在那个时间点 才去做追高的动作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非常风险高的事情 所以包含了像是我的LINE上面的一些 在投信投本笔的这个排行榜的部分的话 我也会去把就是相关的高股息的ETF的换股 这种东西把它删掉 因为我希望把它呈现最真实的内容 也就是谁才是真正的投信的 任养的个股 谁才会变成是投信真正有机会去做 做账的个股 我觉得这个才是大家可以关注到的一个重点 好 那所以我们整理一下 刚才坤老师提示的一个重点 包括记底作账的部分要特别关注 但是要特别注意一下 过去我们非常在意的投信 记底作账的投本笔 在高股息换股这个过程中反而有失真 那哪一些要删除 这个部分刚才坤老师有特别说明 那另外就是特别注意一下五月营收的一个公告 可能反而有一些投资操作的一个机会 还有接下来持续的留意一下 股东会的部分 有没有利多的一个消息 持续的释放出来 那因为刚才黄仁勋概念股的部分 坤老师有特别整理了极当股票 还包括公告的名单当中 就高股息ETF公告的名单当中 什么要删掉 这两份资料相当的完整 那这一份笔记 只能请坤老师再帮我们整理了 那大家可以再到坤老师的line去看一下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也非常的精彩 那也希望六月份这个好的开始 能够持续延续整个月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谢谢坤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